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型 乌军继续进行大反攻 即前几天突破俄军三道防线之后 乌军在加布尔勒南部的反攻取得重大突破 据乌军南线副总指挥家 乌军在一天时间内歼灭了俄军七个连 第二天又歼灭了五个连 俄军第七支团和22旅都属于俄军的王牌 被顶在最前面 等于前面是挨炮打的位置 尽管是王牌 但是也架不住炮弹闸 几天功夫就被打趴下来 我在几天前曾经说过 俄军把主力顶在前面有些不妥 容易成为炮灰 果不其然 真的就成为了炮灰 不光我这么认为 就连俄罗斯网红吉尔金也是和我持相同的观点 他对此大骂俄军兵力前置 精锐顶在第一线 搞瓷娃娃防御 后面都是动员兵 奈布一打就成为筛子 俄军们到现在还在认为俄军胜券在握 摧毁几辆豹二就被吹成大胜了 从一开始的钢铁洪流吹到现在的钢铁防御 接下来恐怕要吹战犯上绞行架的钢铁搏镜了 俄军在扎布罗尔地区打的属实不太好 可以说扎布罗尔的重要性不亚于辽审战役中的锦州 打穿了 克里米亚就失去克制大桥的连接 成为盘中餐 铁锅炖大鹅 这可以说是决定俄乌命运之战了 如果俄军守不住 那就意味着克里米亚要成为小鸟的口中食物了 打了一个星期了 还没有看到俄军预备队把乌军王回推 由此可见 俄军确实步出有问题 当然也可能是兵力捉襟见肘 乌军在扎布罗尔还逮住一条大鱼 这可不是俄吹嘴里的大鱼 这是一条实实在在的大鱼 6月12日俄军第35极端军参谋长 谢尔盖·戈里亚乔夫将军正在召开军官会议 对部队进行防御部署 还没等他讲完话呢 乌军第68独立旅 便用一枚海马斯导弹发射过去进行点名 结果戈里亚乔夫少将还来不及反应 便一命呜呼了 戈里亚乔夫阵亡时仅仅53岁 正值当打之年 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本来是要为乌克兰去军事化 结果却为俄罗斯去军事化了 从2022年2月24日到现在 俄罗斯已经有15名将军被去军事化了 6月8日 乌军的鲍尔坦克被打爆两台之后 俄粉们一阵的欢呼 有的涌到我知乎账号上对我一顿的嘲讽 俄军真的是大声吗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 6月10 俄国召开了重要会议 普京亲自主持 会议剥夺了格拉西莫夫总指挥的兵权 6月11日起 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就不再是总指挥了 普京给出理由是 一个失败主义的颓废的人 不再适合指挥军队战斗 格拉西莫夫大将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 普京亲自拍板 要求所有的雇佣兵和国防部重新签合同 这要听国防部的 这是什么情况啊 普京在前前记者会上亲自出来说 自从扎布罗热反攻以来 俄军以损失54台坦克的代价 击毁了乌军160辆坦克 普京亲自说出这样的数字 恐怕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当然普京说出的这些数字肯定是假的 不是他故意说假的 就是底下人糊弄他编出来的 好听的让他高兴的数字 不管怎么说 这可是破天荒从普京嘴里说出来的战损数字 普京居然承认有战损 那说明损失得有多大呀 你还能说俄军取得大胜吗 如果俄军6月8日大胜 那么6月10日怎么会将格拉西莫夫剥夺兵权 但得你有一点智商 也不会看见一些假新闻就欢乐的忘乎所以 客观的说 在俄罗斯太强流入的机制里 格拉西莫夫是俄军高级指挥官里 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可惜的是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乌军总司令扎如日内的偶像 就是格拉西莫夫大将 他读过不少他的军事著作 也深受其影响 但是学生打败老师的事情经常发生 这也许就是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我说句实话 格拉西莫夫此时被削兵权 对他个人来说不见得是坏事 就目前俄军的摔样啊 格大将被罢官恐怕参加不了海牙豪华游了 有网友打说会怀念微笑男孩的迷人微笑的 在短短几天的反攻中 乌克兰收复的领土比俄军2023年全年 新占领的领土还多 可见乌军的攻势有多催不拉朽了 据俄罗斯军方消息 乌军正在逼近梅里托布尔 以北63公里处的最后一个定居点 托克马克和马里乌布尔 以北65公里处的最后一个定居点 沃尔诺瓦卡 如此看来 乌军离马里乌布尔也就65公里远的距离 乌军濒临城下 马里乌布尔还会圆吗 大帝现在就像一个赌徒 越是亏越觉得自己可以逆风翻盘 其实到最后 大帝和俄罗斯都是一无所有 还有一个错误 普京及普京领导层最大的问题 就是遇到事情从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在普京看来 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小兄弟 乌克兰是受到西方蛊惑才反对俄罗斯 泽连斯基是西方的傀儡 所以乌克兰才抵抗俄罗斯 俄罗斯从来不遵守任何签订的条约 无视任何的国际法 从目前看 俄乌战争后果没有显现 但是我们可以大致从以下几点出发 简要分析 第一 俄罗斯不合理安全诉求必须消失 俄罗斯一直以来希望有缓冲区 蒙古也是这么来的 从此 俄罗斯与北约没有缓冲区 俄罗斯没有资格要求别的国家成为它的缓冲区 中亚不再是俄罗斯的后院 第二 叙利亚巴萨尔倒台与车臣独立 巴萨尔现在靠俄罗斯撑住 很快 我相信俄罗斯就在叙利亚撑不住了 巴萨尔逃亡俄罗斯 然后俄罗斯高加索地区被北约渗透成筛子 随着俄罗斯军队失利 俄罗斯军队实力也被击打的消耗 这一战 地方军阀实力大大增加 小卡和北约合作倒还好啊 不合作估计会死于意外 车臣再次选择独立 俄罗斯国内又会来一波独立浪潮 第三 俄罗斯国内悲观情绪与惨淡 未来俄罗斯这些年 人口出生率年年下降了 可以负责地说俄罗斯以后人口出生率肯定会更低 原理很简单 生存环境恶劣 可见的未来 俄罗斯的石油出口 高科技以及外贸投资都会被锁死 民众悲观情绪下 估计俄罗斯也走不远 俄罗斯的民众和俄罗斯领导者必须接受一个事实 那就是俄罗斯是一个三流国家 没有任何资格和别人谈条件 就是俄罗斯毁了俄罗斯新的一代青年 他们的未来极其惨淡 而且这新代青年很可能成为俄罗斯的掘墓人 西方对俄罗斯渗透会更加的剧烈 这些人一旦走向重要的岗位 俄罗斯很可能会被颜色革命分裂 在普京的体制下 他所接收的信息并不完全是真实的信息 而是他愿意听到的信息 是经过过滤的信息 直言敢见的信息提供者并不受普京欢迎 被认为心怀鬼胎 别有用心 要么意外死亡 要么身陷绝地 要么被打入冷宫 报喜不报忧 歌功颂德的信息提供者揣摩上意 投其所好 换取自己步步高升 假惯禁绝 鸡犬升天 明哲保身 相识而动的信息提供者 要么沉默寡言 要么唯唯诺诺 要么随声附和 这些人害怕引火烧身 不想因言获罪 在这种决策环境下 决策原材料都是偷工减料的 决策的产品都没有问题吗 误判也就不可避免 决策环境不变 历史上的误判行为 仍将会重复上演